听听秋的声音 听听秋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唰唰 是黄叶道别的话音 听听秋的声音 蟋蟀震动翅膀 曲曲 是和阳台道别的歌韵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 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 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 听听走进秋 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 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 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 在每一朵小花上 在每一滴汗水里 在每一颗饱满的鼓励里 听听天天秋的声音 从远方匆匆的来 向远方匆匆的去 听天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马斗 马斗 马斗啊 哎呀 我这有两张音乐会的票子 找谁一起去听呢 啊 我我我我 你 你会欣赏音乐吗 当然会 是吗 我这有首关于声音的事 你要是能读懂它 嘿嘿 为师就带你去 快给我看看 听听秋的声音 啊 秋天有什么声音 你读下去就明白了 哦 原来秋的声音 是指在秋天里听到的声音 我明白了 夫子 开始吧 首先你说说看 这几个词语 描写的都是秋天的什么声音啊 我记得刷刷 是黄叶道别的话音 这是落叶的声音 哎 夫子啊 这两个字怎么念呀 他们念蛆是你生词 哦 蛆蛆 一定是蟋蟀的叫声 实力说了 蛆蛆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院 那这丁宁呢 实力说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 撒下一阵暖暖的丁宁 大雁的丁宁 还是暖暖的 你想想 秋天大雁南飞 就要告别朋友 这个丁宁 啊 大雁可能是在嘱咐朋友 我要离开了 你们可要注意身体啊 嗯 不错嘛 这个歌吟呢 歌吟就是歌唱的声音吧 这一定是秋风的声音了 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 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 秋天飞过金色的田野 歌颂着丰收的喜悦 嘿嘿 原来秋天有这么多声音 啊 难怪是人又把秋天比作音乐厅 就是说在秋天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啊 像在音乐厅里一样 是啊 在诗人看来 秋天充满各种声响 这些声响啊 像动听的音乐一样 值得我们去聆听 去欣赏 嗯 我就很懂得欣赏音乐呀 父子 咱们什么时候去音乐会啊 急什么 你知道这几个排比句都是什么意思吗 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 在每一朵小花上 在每一滴汗水里 在每一颗饱满的鼓励里 父子 这些东西里 怎么能听到声音呀 哎呀 这些声音虽然听不到 但是可以用心去感受到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们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嗯 在每一片叶子里 是不是叶子落下来的样子 嗯 不错 树叶在空中飞舞 盘旋 多美的画面啊 那每一朵小花 就是开满鲜花的样子了 在每一滴汗水里 嗯 这汗水 一定是农民伯伯 辛勤劳动的汗水 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所以也在每一颗 饱满的鼓励里 嗯 说得不错 这个排比句啊 是想告诉我们 秋天的声音无处不在 秋天的美也无处不在 就是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这秋天的声音来去匆匆 秋天虽然美好 但是时光短暂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啊 啊 福子 音乐会的时间也非常短暂 我们快去看吧 这是入场圈 现在正是秋天 我们就在这儿 聆听秋天演奏的音乐会吧 感谢谢观众 Poce eta 啊